马太福音第四章 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 他进食四十昼夜 后来就饿了 那试探人的进前来对他说 你若是神的儿子 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 耶稣却回答说 经上记着说 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 魔鬼就带他进了圣城 叫他站在殿顶上 对他说 你若是神的儿子 可以跳下去 因为经上记着说 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 用手拖着你 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 耶稣对他说 经上又记着说 不可试探主 你的神 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 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 都指给他看 对他说 你若腐腐败我 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 耶稣说 撒旦退去吧 因为经上记着说 当败主 你的神 丹要侍奉他 于是魔鬼离了耶稣 有天使来伺候他 耶稣听见约翰下了肩 就退到加利利去 后又离开拿萨勒 往加本农去 就住在那里 那地方靠海 在西部伦和拿福他利的边界上 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 说 西部伦地 拿福他利地 就是沿海的路 约旦河外 外邦人的加利利地 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 看见了大光 坐在死因之地的人 有光发现照着他们 从那时候 耶稣就传起道来 说 天国尽了 你们应当悔改 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 看见弟兄二人 就是那称呼彼得的西门 和他兄弟安德烈 在海里撒网 他们本是打鱼的 耶稣对他们说 来 跟从我 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 他们就立刻舍了网 跟从了他 从那里往前走 又看见弟兄二人 就是西必泰的儿子 雅各和他兄弟约翰 同他们的父亲西必泰 在船上补网 耶稣就招呼他们 他们立刻设了船 别了父亲 跟从了耶稣 耶稣走遍加利利 在各会堂里教训人 传天国的福音 医治百姓各样的病征 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叙利亚 那里的人把一切害病的 就是害各样疾病 各样疼痛的 和被鬼附的 癫痫的 瘫痪的 都带了来 耶稣就治好了他们 当下 有许多人从加利利 地加坡里 耶鲁萨冷 犹太 约旦河外 来跟着他 谢谢大家